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今天台灣生意的8月12號禮拜六晚上的11點競技場 拜暫停打伯根蒂 拜暫停打伯根蒂的話 除非雷茲很會玩生旅 不然伯根蒂的成型我個人覺得比拜暫停還要快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拜暫停是正常打的話 遺跡爭奪戰不拿也不行 伯根蒂上次競技場大試賽第七屆viper打他頭 viper的伯根蒂輸給了生旅流 那拜暫停有辦法打那一套嗎 看下去 當然啦 拜暫停你讓他拖到超級後期 他的那個垃圾還當然會比伯根蒂猛 不過那個也是要很後面 而且那個遺跡這場怎麼處理 我想國際賽任何的競技場的比賽裡 伯根蒂該怎麼處理 是每一位有在打比賽的玩家們的一個課題 土耳其 伯根蒂 我覺得這幾個呢 都是 譬如說啦 譬如說啦 法國有法國的隊伍 那法國呢 他們在交選手玩的時候呢 怎麼交 這個圖一定會遇到的文明有幾個 中國阿茲瑪雅 譬如說是這樣 那競技場現在遇到的文明會有幾個 就是那幾個嘛 伯根蒂 土耳其 然後不列顛 假設是這樣 那請問遇到這三個 我們的選手知道怎麼對付嗎 這個都是職業課程的一條路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伯根蒂 我想是從2021年 Viper 8月開始使用之後呢 看到現在 還是很強 雖然他下修好幾次了 還是很強 那我個人覺得啦 這兩年波比賽下來 伯根蒂在競技場的弱點 比較常輸的局就是 被打一波 就是什麼鴨寶啦 僧侶啦 我覺得這個還比較好打伯根蒂 如果你跟他遺跡爭奪戰 然後讓他拿兩顆好了啦 他有經濟加成 科技找找點 通常先出關的 也都會是伯根蒂 雖然說他現在 雖然說他現在沒有金罐可以用了 雖然說他現在沒有金罐可以用了 但是他可以不靠金罐還是能用 所以 是一場必修的課程 波西米亞喔 波西米亞也算不錯吧 波西米亞遺跡爭奪戰會落散 哎 這邊 把人放進來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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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村民沒有織布 對手已經下第二道圍牆是怎樣 他對雷茲有做功課喔 他對雷茲有做功課喔 好恐怖喔 法國選手KOTI 口題一波 通常會有下這個圍牆 要麻防塔工嗎 再來就是防工程塔 防那個工程塔一波 你們知道競技場有工程塔戰術吧 BOOPANDA直接送進來 哎 他們的競技場好像 已經玩到那種 超級套路喔 這兩個人 彼此很認識嗎 為什麼 他要這樣子圍 啊 哎 喂 雷茲 雷茲幹嘛 把把前置是不是 雷茲真的是把把前置 所以被人家拆透他的戰術了 好你看走出去 哇 雷茲 你的招 好像都被對手給做功課了 怎麼辦啊 啊 對手有把你研究徹底哎 他這樣子圍耶 嘿嘿嘿 怎麼辦怎麼辦 但是某種 某種程度 對手這次比Light 就是那個功課程度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誒 誒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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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吧 這個 雷茲這邊還先開少戰 哇靠你們這個是什麼 數據大戰 是不是你們這邊是 你們這邊是 兩邊都已經把對手的數據拆透了是不是 你們有看過哪個比賽會有人先上這三層嗎 有嗎 有嗎 佛根蒂這樣子是對的嗎 佛根蒂這樣子是對的嗎 他會點惡木惡農嗎 他不挖個石頭對個塔弓嗎 還是說怎麼樣嗎 還是說直接上神堡 他上得去嗎 上不去啊 對手給我們台灣選手雷茲很大的尊重了 但是我覺得可以啊 我覺得首先不管雷茲戰術很單調還是說只有那一種先不管 先不管 就是 他這個也許塔弓已經強到說 佛根蒂需要這樣子 就是淨位三分嘛 來個三層強嘛 淨位三分嘛 把石頭賣掉給點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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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佛根蒂一幕沒有農 這樣點城堡 其實佛根蒂對塔弓不會怎麼樣啊 惡木惡農惡木一農什麼的對塔弓其實我覺得不會怎麼樣 不到不至於說太慘 自己經濟有加成 但是他是一個逆向的思考 他直接把石頭賣掉了 那石頭賣掉解掉塔 則是佛根蒂沒有拿到經濟加成 我覺得也是虧耶 我覺得也是虧耶 給我這三層強沒什麼屁用 所以這一招沒有用 哇靠不給我自己一點機會做功課 我還真不知道大家這個比賽內容是這麼的猛 欸你們有沒有覺得很猛 世紀帝國百百招 對手沒有石頭 對手沒有石頭 斷金一波 秒殺局 沒有金沒有金 石頭在這 秒殺局 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子秒殺局嗎 出了一台投資車 吃不點了 哇 呃 好小公進去 射箭 對手只能有這一臺頭車他沒有金了 對手的車子 對手來這裡挖金 來這裡伐木 一定只有一臺車的機會 他只有一臺車的機會 他只有一臺車的機會 這裡起三支塔 那個三支塔 分別代表了拇指 中指以及 小指三支塔 那這個三支手指頭 一起舉起來的時候 代表著台灣的什麼意思呢 很兇啊 致敬他主機 在這邊插三支 在他家裡面 蓋馬就 欸 原來雷茲是玩那個什麼 寄生系列的是不是 西西里十七春 想要寄生在人家身上 現在敗戰亭也玩一個寄生流 寄在人家身上 但是打比賽不是天梯對練 然後寄生在這裡 啊 這邊兩臺投石車 這裡三支塔裡面還有小宮 完全沒辦法解 完全沒辦法解 現在這裡再起一支 來體的伯根蒂 不像伯根蒂 沒有惡木也沒有惡農 他上直層 但是直層好像打到歪掉了 哎呀呀哎呀呀 Vava Viva 只是伯根蒂對塔也不會輸啊其實 啊 露馬蛇 這邊幫忙拆房子 還可以讓他卡房一波 一比一了嗎 哎雷茲玩這樣子的哦 哇操雷茲這樣子玩 套路黑暗大法在高手 在那個民間裡是不是 我靠沒波還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黑暗大法 黑暗大法 三隻漏馬進來快暫停 這邊這個投石車 來T 的朋友 K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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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要喊了 伯根蒂快瘋囉 伯根蒂 他很害怕塔弓 哎 你們別再玩塔弓了 真的真的真的 你們真的不要再玩塔弓了 你看把人家玩玩出並來了 臺灣人的這一套塔弓跟西西里 你已經玩出一個四季風格 四季規格 四季規格 呃國際規格了 是不是 已經玩到一個國際規格了 哇還偷看人家村民 這邊有幾隻殘血的看看能不能偷偷的狙擊到 這邊還點一房 我跟蒂 四三村打三 哎這個真的過分啊 他把石頭賣掉 我跟蒂上不去他把石頭賣掉 是一個錯誤啊 是一個錯啊 這邊小公站好 外面有修道院拿一顆遺跡有一隻村民 欸這裡有老頭在動 頭石車兩台 臺灣三隻香戰術 欸合理喔 三隻香戰術 雷茲這邊 不要以為 什麼練 那個什麼 不是簽約的選手 我就不會拿來剪片了 哇這邊真的是有三隻香啊 哇 哇 三隻香打佛根蒂 這個劍好痛喔 這個三隻香戰術劍好痛喔 我拿封面截圖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三隻香 這邊三隻香打三隻頭喝 現在這裡面沒有住人打不動 博根蒂現在點義龍了 騎士來了 他沒有修道院 修道院在外面 修道院在外面 GG 揮握一波 一下 兩下 走車掉了 這一個 現在是連冰工廠都要拆 拆四級 拆四級比較划算 因為對手根本點不了機體 因為他沒有冰 拆四級一波 對手把他投石車圍在這裡 他不敢出來 然後他修道院開在外面 拆暫停三TC 這邊 突然有一隻村民 不知道為什麼 跑來這裡 太狂了啦 太狂了啦 等一下拆暫停是不是要連上寶 喔 這邊生女回來 一隻 我們這邊有漏馬 兩台投車 中莊長槍兵 中莊長槍兵 等一下會不會召喚我們 敗暫停的那一張卡 敗暫停聖騎士 好這裡中莊長槍兵上來 投石車 騎士沒有在管 鐵上去 啊 這空兵不行啊 這空兵不行啊 哇 卡在裡面 這一波還好領先優勢很大 但是現在這二級射這個劍吃得到這個金 來外面挖 對手順便點了一個衝上車 哈哈哈哈 讚讚讚讚讚讚 你們有沒有在玩四季帝國 革命要有城堡啊 兄弟們 好啦沒關係啊 你們沒看也沒關係啊 反正跟著一起嗨就對了 跟著一起嗨就對了 看不懂沒關係 看這裡有三支箱 哦當成土地公在那邊敗 啊 來伯根蒂有五十一村 打敗戰三TC 呃伯根蒂沒有惡莫惡農 首推車 沒辦法當法國VIP 那這三柱箱箱還沒燒完啊 很大一根很粗啊 這個箱要燒到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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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呃呃 這箱要燒到什麼時候 弩炮加衝車加大量長兵 很想拆這個塔是不是 再見 大量戳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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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 我跟力isance趣很好 那ゲ天山上香 三上槍 無產系列 哦不是三上槍是孫上槍 這邊 見證直接把這個 長槍兵給射爛 但是長兵死了無憾一波 封建小宮拉打輸出 這邊畫面非常的混亂 這個是我們 SBJ的這個 國際賽的八強賽 兩邊大招進出 山上槍換一大堆這個 長槍兵 那我覺得也划算 這邊拜登庭點帝王了 這邊出來挖金騎士先生走出來 一宮一房沒品種 但是隨便砍隨便有 哎你怎麼砍 砍啊砍啊 我會這樣子這一盤 我這一盤我真的看的蠻 以觀賞性來說的話 我說真的看的很過癮 那你說對手有沒有做功課 有耶 可是他的功課他的解法居然是 69 69木牆 我醉了我真的醉了 他這個 他這個競技場的木牆 這個解法他可能要來上一下 台灣教練 競技場塔工的課喔 我還沒看過有人 競技場 玩競技場塔工這樣解 你說凡工程塔 那就算了 你說凡工程塔 那就算 他這個三層 他這個三層 西頭教練知道嗎 西頭教練好歹 競技場也有個十六強八強 啊西頭知道 西頭知道 西頭知道 這是法國人這樣玩嗎 法國人的浪漫 是不是 我看得出來是一定我法國人的浪漫喔 這個標題就是 台灣 世紀文化傳統 先上三支箱給對手 對上 法國浪漫主義 競技場三層為強戰術 我想到這個標題了 GG 一筆 都是3的系列 這個標題就是 台灣 傳統 宗教戰術 三支箱戰術 台灣三支箱 大戰 法國浪漫 浪漫主義 三層強 競技場 直接全部為三層 真的我從來沒看過 好精彩好精彩 來第三排